- 国家反毒机构官员沙尼站 在TikTok上传一则视频 记录了两名吸毒者张愣不堪的居住环境 从视频上看该单位的面积不算小 大型家电极有一个靠在墙角的柜子和冰箱和一副两衣架 其他空间和各个角落都堆满了垃圾几乎无处落脚 不仅如此还有一个相信是厨房的空间 地面上堆满了几乎到膝盖高度的食物厨余和外卖盒 最令我震惊的是 我在其中一个角落 竟然发现睡在垃圾堆旁的一名四岁小孩 他说屋内还有另外两名男子 料检结果显示两人有吸毒 一被带走接受调查 据了解这个家庭的父母已经疑异 目前屋子已被打扫干净 小孩也已交由母亲照顾 并且已向福利局求援 珍惜生命 远离毒品